在這段愛療社區發展學會 是社區中間共產已經超過十年 在財政領事以及民意代表的 用心經營之下 菜式也自原本的三菜一湯 到現在已經可以四菜 才是五菜一湯 愛療社區中間共產服務 是真的實現 共同照顧老人 好理社區發的頓角進切 社區作品下的獨工媽媽 每次都會跟夫妻主持 共產代表頂撇毀 討論過菜式後 卻對人人的口味口感來進行料理 對來家長的菜式不一樣 一樣的是好保也好吃 社區也是都換菜 不每天一樣 口味不錯 真有負荷我們老人 也有孕婦也有新鮮 這些老人都很好到天 這些廚工也很好到天 大部分我們 我們代表都去買那個 比較嫩的菜 像菠菜、高麗菜、菜頭、豆蓮 就是滷、滷絞肉 然後還有炒菠菜、高麗菜什麼都有 我們都會變 有時候炒那個菜 原則上我們這些經費 現在政府給我們補助的經費裡面 一次是一個長輩是50塊 其實50塊錢現在的物價來講是不夠的 原則上我們就我們社區有出租 出租以後 公所給我們費用我們就貼補 如果費用不夠的話 我們我和理長的話就多多少少貼補一些 而且我們總幹事的津貼它也沒有零 一年3,600也貼補在社區裡面 所以原則上我們這樣的話 我們愛療社區就能夠長期運 一支在愛療社區發電協會 實際社區中價共餐已經超過十年 在地方人數跟民意代表用心經營資格 菜式也有原本的三菜一湯 各種的豆 提供四菜和才是五菜一湯 雖然不僅 一禮拜只有兩天有提供 但已經是愛療社區很大的老人好理 如果老人吃完後就很開心 老人家說 今天這家菜煮後不說很熱 我們就很煩惱 老人家說老人家不知道是誰吃不到還是怎樣 我們不能再跟代表給他 再來變款一下 老人家吃得比較熱 我們社區剛好有兩三位的志工 非常的用心 一個是民間來的志工 然後一個是在地的志工 然後還有在地的樂園向的一些志工 都會來幫忙 讓長輩 因為我們社區的長輩都年紀比較大了 所以必須志工來一起幫忙 才能夠共餐給長輩吃 因為社區幹部 加上志工和民意代表 用心和互存 一隻定案了社區 除了10天的等照顧老人 來社區上口出現健康儀館 其中兩天 竟是用心提供重道等 真正提現了 共同照顧老人的好理社區 法的等腳進車 記者給分散採訪報道 致散採訪報道 食堂 谢谢观看